4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浩淳表示 中国空间站建造分为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两个阶段实施 神舟13日任务圆满成功 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完美收官 2022年将完成中国空间站的载轨建造 共计划实施六次飞行任务 分别是5月份发射天舟4号汇引飞船 6月发射神舟14号载人飞船 神舟14号的载人飞船乘组也是由三名航天组成 他们也将载轨逐流6月的时间 7月份要发射空间站汶田实验舱 10月份发射空间站汶田实验舱 之后空间站的三个舱段 将形成T字形的基本构型 完成中国空间站的建造 之后还将实施天舟5号汇引飞船和神舟15号载人飞船的发射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 目前神舟14号15号两个乘组的6名航天员已经选定 正在积极开展相关的训练和准备 届时两个乘组都将载轨飞行6个月 并首次实现载轨乘载载轮换 实现不间断有人驻留 十四层主将配合地面完成空间站组装建造工作 他们将首次进驻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建立载人环境 将首次利用气扎舱实施出舱活动 完成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十四个机柜的解锁和安装等工作 神舟15号飞行程主也将计划 实施数次出舱活动任务 进行舱内载荷的设备的安装 组测试和调试 操控机械臂实施舱内载荷的安装 对三舱三船的最大构型的组合体 进行运行的管理和维护 中国空间站全面进程后 载人航天工程将转入为期十年以上的应用与发展阶段 初步计划是每年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两艘货运飞船 还将研制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 航天员要长期载轨逐流 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并对空间站进行照料和维护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新一代载人飞船的返回舱 可以实现可重复使用 我们还将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实验 此外特别是明年我们计划发射 我国首个大型的空间巡天望远镜 勘展广域的巡天观测 将在宇宙结构的形成和演化 暗物质和暗能量 西外行星与太阳系天体等方面 开展前年科学研究 有望取得一批重大创新成果 郝传说 未来还将积极探索载人航天商业化发展模式 吸收社会力量 参与空间站建设和运营维护 不断提升空间站综合效益 推动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